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向乌国使用核武 我有前提 拜登再失言加剧危机 拜登漏嘴恐制造混乱 乌议员评激不弱 悠悠寡断 俄乌五轮和谭仲大进展 美官员说普京恐吾怨妥协 美国2023预算 拜登向亿万富翁争税 户厄兰公布600多名俄间谍名称 外媒说中俄恐乱手连串网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一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30日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每日邮报》报导 拜登3月26日在波兰华沙发表演讲 说普京不应再继续掌权 引发外界议论 3月28日 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解释 他的这番言论并非为了激化俄乌危机 只是在表达对普京所谓道以上的愤怒 他拒绝对此道歉 而现在他的另一番暗指 美军正在波兰训练乌军的言论 也引发外媒热议 甚至被解读为美军准备进入乌克兰作战 拜登26日在波兰为劳美军第82空降司官兵时 脱口而出话 你们到了那里之后 将见证乌军抵抗俄军的勇猛 被认为暗示 美军将准备前往乌克兰作战 据美国媒体政客报道 昨日28日美媒就这个问题询问拜登 拜登回应 我们当时是指向波兰训练乌克兰军队 记者进一步要求拜登解释 你是否告知美军将进入乌克兰参战 是否建议美国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 以及他是否呼吁普京政府落台 对此拜登答复说 这三件事情我都没做 美国五角大厦对此无回应 一名白宫官员质称 乌克兰军队过去一直都有在波兰接受美军训练 一名波兰官员不愿证实 美国与乌克兰军队间的任何互动 综合外媒报道 拜登在3月2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捲入与俄罗斯的地面战争与核战争 并警告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核武器 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同时拜登也说 他不排除与普京见面的可能 但前提是要看谈些什么 这句话为两国的外交空间开了一线门 目前 俄罗斯战事受挫 选兵折将又受到美国为首的国际制裁 对于拜登在波兰说 普京不可以继续掌权 普京对此没有正式回应 不过3月28日他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接受美国PBS专访时表示 俄军不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 连想都没想过 他也对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直接呼吁 俄罗斯一再告诉北约不要再东抗了 不要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军事设施了 俄罗斯是认真的 不要将我们逼到长角 由于佩斯科夫是普京的亲信之一 因此他的言论被视为具有相当代表性 今天3月29日佩斯科夫表示 尽管拜登最近言论损害了两国关系 但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仍然需要进行对话 据《国会三报》报导 3月28日公布的两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有85%的美国成年人 担心美国会捲入俄乌冲突中 而且民意调查还发现 俄乌冲突正在激起美国人的核恐惧 户厄乌议会议员基拉·鲁迪克 今天3月29日在福克斯与朋友优先的节目中 呼吁美国及北约盟国 针对普京的侵略採取更多行动 鲁迪克强调 在拜登发表有争议的言论后 户厄人想听到普京将如何被赶下台 以及打败俄罗斯军队所需的武器 鲁迪克说北约在这个问题上悠悠寡断 没有强有力的加快向乌克兰运送必要的物资 就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際 彭博今天29日报道 根据消息人士说法 以及上周北约峰会内容 北约盟国之间为了可能的乌俄和平协议条件 进一步援助乌克兰武器的限度 以及直接与普京对话是否有助于平息战事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上周拜登在波兰说 普京不应该掌权后 法国总理马克龙请拜登注意延迟 不应该再升高局势 现在目标是要透过外交达成停火 而德国总理索尔茨也出面澄清 北约不管这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够達成停火 让伤害能够停止 英国、波兰和匈牙利以外的其他中欧、东欧国家 都怀疑普京对和平谈判是否认真 会否接受双方達成的和平协议 也还是个问号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预算本周与普京通话 将呼吁俄罗斯停火 不过其他北约会员国认为 目前法国和德国政府 与俄罗斯的对话带来的是反效果 而且可能正中普京下怀 一名英国高层官员亦向彭博说 英国不相信普京已改变对乌克兰的战略目标 至于应该以多大力度增援乌克兰军备 北约盟国之间意见也有分歧 英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大部分东欧国家 呼吁提供乌克兰更多武器 包括防空武力 但是也有盟邦担心 这样做会将普京逼到长角 据Newsmax报道 川普接受独家采访时表示 拜登的言论 挑釁普京使用战术核武器 是有潜在危险的 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认为 拜登对普京的政权调侃 以及随后的迴避和澄清 实际上使东欧北约国家的局面变得更差 佛州众议员格雷格斯提辈说 拜登在北约之行中 和我们的盟友留下了更大的麻烦 北约之行应该是为了保证 对我们北约盟友的支持 而专家认为 虽然北约持续拒绝进行直接军事介入 但是俄罗斯真的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恐跨越西方世界的红线 这样会导致北约军事介入 据《维报》报道 俄乌双方第五轮谈判今天29日落幕 过程大约4小时 俄罗斯率先宣布 在基赴及赤尔利戈夫大幅度减少军事行动 而乌克兰官方也首度公开最详细 最具体的谈判条件内容 指出目前提案是往中立状态进行谈判 包括不让外国驻军 不加入军事联盟等永久中立国状态 并表示这些条件已经足以促成 乌俄双方总统会面谈判 俄方认为非常具有建设性 将回去向普京回报 乌克兰特使查理表示 乌克兰如果改变成没有结盟 没有核武的永久中立国 这意味着我们的领土上不会有外国军事基地 也不会有外国驻军 我们也不会加入任何军事联盟 在俄国领土上的军事演习 也必须经过担保国同意 此外 条件中也将包括克里米亚半岛的状态 必须进入15年的谈判 但上述所有条件都必须在完全停火的情况下 才会生效 沃克兰官方也强调 这些条件内容应该已经足以促成 乌俄双方总统的会谈 而俄方也表示不排除双方总统会面的可能 但普京和扎连斯基的会面 将与初步和平协议的签处同时进行 目前正在等待着俄罗斯的回应 据《金融时报》报导 俄罗斯在议定的停火协议中 不包含原来要求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 和确保俄语地位等条件 只要乌克兰同意不加入北约组织 俄方同意海洋乌克兰加入欧盟 扎连斯基上周末肯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时强调 如果不能停火和俄方撤军 就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 他不想以武力奪回一切俄军所攻占领土 表示这可能导致第三次大战 他希望能针对乌东顿巴斯地区达成协议 不过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对记者说 普京此刻并不愿意妥协 乌克兰官方昨天曾指出 俄国战略已经开始转弯想向乌国际做两行局面 俄防长今天29日向媒体表示 俄军主要目标是解放乌东顿巴斯地区 这和与普京开战所使用的借口和目标不同 就在谈判同时 俄国军队对乌克兰的轰炸不断升级 《华尔街日报》引述乌克兰官员说 俄军的飞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以及哈尔科夫等地 俄军试图从东面和西北面向基辅推进 乌克兰军队则紧守前线抵御 拜登星期一3月28日再次推动国会民主党人 全面修改国家税法 大幅提高企业和美国超负阶层的税率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拜登提出的增税计划是5.8万亿美元的 2023财政预算的一部分 这个财年将在10月开始 根据拜登的提议 税收将增加2.5万亿美元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增长 赤字将为1.15万亿美元 更高的税收将主要由华尔街 和美国最高阶层的家庭承担 主要认识是提高公司税率 修改财富税和缴纳最低缴税额等 新提议的税收包括对1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家庭的收入 征收最低20%的税 亿万富翁最低收入税 将会在10年内增加3,160亿美元 将有最高的0.01%的家庭 或大约2万名美国人受影响 白工表示 大约一半的收入来自美国的700名亿万富翁 根据该提案 最富有的美国人将支付他们的全部收入 或工资收入 和他们没有实现的收益的至少20%的税率 如果一个亿万富翁没有支付20%的税率 那他们自己将需要支付一筆補充款 彌補差额 此前 乔曼欣对超级富豪表示担忧 但他为民主党人提供了建议 可以对贝索斯和马斯克等亿万富翁 征税来平衡民怨 因为很多超级富豪的巨额财富 来自于股票和房产等资产的飙升 而这部分资产被认为是不应该征税 目前也不清楚国会民主党人是否会批准拜登 对亿万富翁未实现收入征税的计划 因为每个人都会将遇到这个问题 10年前用30万美金买的房屋 在通胀下降到100万 在未卖前交增值税是否合理 拜登还提议将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 阿里桑纳州参议员西奈玛此前表示 他不会支持增加公司税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 刚2021财年联邦赤字达到近2.8万亿美元 而国际膨胀到30万亿美元以上 今天3月29日 户克兰国防部情报部门发布了一份有600个名字的俄罗斯 间谍名单 据称这些人都在欧洲工作 此举显然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在整个欧洲的情报间谍网 据福克斯报道 发布的这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雇员名单 注册地址为俄罗斯的地址 而联邦安全局是俄罗斯间谍部门 这份名单是用俄语发布的 里面有620名被指控的俄罗斯间谍姓名、电话号码、 护照号码、注册地址、车牌号、偶然还有财务细节 少数人还有家庭地址 据《电信报》报道 英国情报机构的一名前负责人警告说 俄罗斯在欧洲各地的行动只被发现10% 除此之外 自从俄罗斯发动入侵后 来自中国对乌克兰和北约国家发动的网络入侵 数量亦在持续增加 白宫此前警告 俄罗斯网军可能参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中俄是否将连城一系共同发动网工 亦引人关注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拜登3月21日罕见发布警告指出 由于美国带头让俄罗斯制出的经济制裁 莫斯科当局可能发动网工作为回击手段 文章指出 在美国严阵以待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之制 中共的网络偵查与入侵行动 亦逐渐放眼欧洲 根据以色列软体技术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 自战争爆发以来 来自中共且针对北约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增加 刚是3月份的第三周 来自中共的对北约网络攻击数量 较前同期激增了116% 如果将范围抗大至全球 源自中共的网络攻击数量也增加了72% 此前有调查显示 来自中共的黑客正在对乌克兰 与其他国家进行攻击 目前只能假设这些攻击源自中共政府的指示 或至少是北京当局所重用的行为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 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副总裁 卡拉·法洛进一步表示 中共黑客对欧洲国家发动袭击 目的可能是在支援俄罗斯 另一名专家更直言 当前虽然无法确定中共领导层 是否密切与俄罗斯分享情报 但可知道的是 中俄确实存在某种情报上的共享关系 这次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 欢迎转发 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再见